台湾成为使用正体制最主要的华人的社会 我们非常希望继续保存这样一个重要的传统 我们最近几年全民阅读调查显示 国人每个月读1.7本书 每一个年每一年要买4本书 教育部他现在在全国有1200个图书馆 但是有这个借书卡的1200万人申请借阅证 每两个人就有一张 我们人口是2340万人 所以这个数字也比过去要有蛮大的进步 越来越多的人愿意阅读 而且我们鼓励阅读 我个人在台北市当市长的时候 就特别在小学生上学之后 十五分钟的时间来进行这个阅读 我们会提供很多的关系 去读书 特别是读书的读书 学生上学生的学生 为什么让学生的这种读书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